如风说梦幻 八卦天天看 梦幻西游哪个等级最火爆 从群雄年度赛来看 175遥遥领先 69玩家最少 无论是正在玩梦幻的玩家 还是想重新回归的老玩家 经常都会有这样的疑问 那就是现在的梦幻西游 游戏中 到底哪个等级才是最火爆的 群雄逐鹿年度赛 也就是之前的金武天神比赛 所有报名的战队 都需要参加选拔赛 从选拔赛的参战战队数量中 我们可以比较直观地看出 如今各个X9和175等级的火爆程度 下面我们就以 11月22日晚第二场选拔赛为例 看看各个等级的战队数量 1.69级金锐组有162场对阵 相当于324支战队切入战斗 2.89级勇武组有167场对阵 相当于334支战队切入战斗 3.109级神威组有189场对阵 相当于378支战队切入战斗 4.129级天科组有205场对阵 相当于410支战队切入战斗 5.159级天骑组有163场对阵 相当于326支战队切入战斗 6.175级天骑组有301场对阵 相当于602支战队切入战斗 从6大组别的战队数量来看 175级的战队数量可谓是遥遥领先 大幅度领先X9等级 而在X9等级当中 129级战队的数量是最多的 109级战队数量排名第二 159级 89级和69级的战队数量基本差不多 69级略少一些 兄弟们 你们现在在玩什么等级 或者你们要回归的话 会选择什么等级呢